面骨圆润 肤质白皙 骨为羊 肉为阴 肉多于骨的女人 柔情似水 温柔可人 桃花比较旺 不过呢 肉多于骨的人 有点偏营养质 少毅力和坚持 有些不利事业 于是容易逃避 依赖性强 做事效率也不高 眉弯而顺滑 异性缘分 非常的好 但是善良天真 容易被渣男侵扰 注意防范 眉剑高低 思虑有一些过多 加上右眉头 稍待剑 心急少耐心 容易被一些琐事烦恼 没有无暇顾及长远的规划 一马公也见毛发侵入 不亦远嫁 眼睛虽然有光泽 但是泛水漏白 心绪不宁 桃花已侵扰 鼻头饱满有肉 鼻翼锦收 鼻呢对于女人来讲啊 既是财博功 也代表夫作啊 说明了中年财运旺 夫运族 旺夫体质 全股呢饱满 不外张啊 人缘好 亲和力强 贵人助力比较多 但是呢 同时在事业上啊 也有一些进取心啊 特别是婚后啊 能够督促 丈夫啊 能够在事业上 有所突破 那么 比翼锦收啊 婚后呢 也善管家财啊 不过人中烧浅了 子嗣一般啊 但是这个 奴仆功比较饱满 和子女缘分比较深啊 下巴圆而见兜 双下巴引线啊 晚年能享 子孙的福 面骨